您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制作 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像BBC电视外动这样子的水平 你看BBC包括他们出来的这个活 基本就是目前全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水准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差距也还是比较大 这是我们目前的短板 是我们的电影教育 影视教育这块还是比较薄弱 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的试听的技能 还有待提高 其实就是跟跟教育有关 就是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学生怎么来怎么怎么来动手 工业化的基础是各个工种的专业化水平特别高 就不仅是你导演的水平高 编剧的水平高 摄影的水平得高 就不是一个好摄影 就是我们应该是千百个上万个好摄影 但是现在中国我听说 大概开设影视课程的高校有上千所 但是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动手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 很多老师没拍过片子 那你怎么教学生呢 我看到了好像教育部已经说要把影视教育放到中小学了 但是没教材 我准备去回去跟我们的老年轻老师们去开发一些中小学教育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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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